蓝色的波长是声音的颜色 让我带着你走进蓝色的频率里 我是伊玛 这里是蓝色赫兹 欢迎回到蓝色赫兹 我是伊玛 在做今天这一集之前 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要想太多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今天要分享的这一本书 它是一个经典系列套书当中的首部曲 每一次看这种一套的书 我都会一直觉得应该要全部读完之后再分享 感觉这样子会比较完整跟全面 但每一次看完之后 反而就会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起 就每次我都会有一些可能不太必要的考虑 然后导致我最后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行动 简单来说就是会想太多说 是不是从这个地方切入比较好啊 还是这个地方要怎么讲啊之类的 沙丘就是一个因为我这样子从从考虑之下 搞到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分享的一部作品 我现在看到后面我还没看完 但就是看到后面 我觉得整个故事也是过于庞大到 我真的不知道从何讲起 而且也很长就是看完一个部分 感觉好像还不错可以分享 然后我就记下来 结果就这样一直记忆一直累积 但殊不知 那个分享的感觉一过之后 当我才看到自己记得这些东西之后 就会有一种 怎么办 还是不要讲好了 好麻烦 要整理好麻烦哦 对就是 不太好啊 这一点不太好 虽然就是有记录下说 自己可能想要分享哪些事情 但是懒得整理一样也是没有用的啊 所以我只能说 这是我个人蛮欠缺的部分 就是承认一下这一点 深刻的反省之后也觉得 不要再让这件事情发生 那就要怎么做呢 改不了这个懒惰的习惯 那直接打破这件事情 这一次算是一个 我直面这件事情的挑战 就是直面这个懒惰的挑战嘛 对 就我觉得我需要跳脱那种 一定要全部看完 我才可以了解得很全面的这个想法 毕竟就是因为这个念头 让我一直累积想法 到最后变得懒得准利 这些我累积下来的东西 最后不了了之 既然这个信念没有办法 让我好好做事的话 直接斩草除根 我们换个方式进行 反正有一些想法 本来就是很存在于当下 专注于这个故事的时候 了解这个故事的时候 才会产生的火化 那我自己也很吃这样子的动力 不如就直接这样做吧 所以如果你是还没有看过 这套书的朋友 欢迎就是跟着我一起慢慢的 一本一本的慢慢的 进入故事当中来探索 那如果你已经看过这套书 不要剧透我就好 其他的就是开心就好 对 好那讲到这边 还没讲到这本书到底是什么 这一套书就是 俄苏拉乐归恩的 地海六部曲 地海六部曲是奇幻小说中的经典 与魔界三部曲 以及纳尼亚传奇奇名 而地海系列的小说 被誉为经典 很大一部分是乐归恩突破性的 将西方魔法精神 与东方道家 议题制衡 阴阳同源 等等的哲学思想 融合在一起到地海世界的故事当中 同时每一部曲里也都注入了 对人类存续议题的探讨 以及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 透过乐归恩 他丰富的叙事手法 还有很细腻的言语风格 除了带领我们去感受地海世界里 不同地方特色的风土民情 也带着我们回归本质去思考 宇宙万物与我们之间的意义 那么今天要分享的就是这个系列 第一个故事 地海巫师 记这个系列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就是在同一个宇宙的世界观里面 然后每一本主角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我自己目前是读到第二本 第二本主角就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觉得蛮适合 让我就是以我看完一本 就分享一本的方式来进行 不知道后面会不会看到 可能前面的主角成为后面故事的配角 之类的这种串联 不知道 虽然这些东西网上都查得到 但是我觉得 我不想查 我要自己看 对我要自己体验这个故事 好 那我们就马上进入第一本 首部曲地海巫师的这一个故事当中 地海巫师于1968年问世 从那个时候出版以来就获得了非常非常多人的喜爱 那他叙述了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 在这本书的第一个章节就直接告诉我们 地海巫师叙述的是一名叫英雀的法师 在成名之前的故事 英雀出生在东北海上一座叫公特的孤岛 他生活在地处偏僻的石阳村 在没有人教导他认识任何力量和咒语时 他便靠着模仿身为女巫的姨母 呼喊山羊时的那些字词 对着哀伤的山羊高声呼喊 没有想到那些山羊竟然被他的咒语所驱动了 朝着他聚集过来 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咒语的力量 以及自己似乎拥有法力的天赋 在他12岁那年 他利用所学的法术拯救了村庄 也因此被法师赋予了真名 踏上成为法师的修炼之路 首部曲以一个少年自我成长蜕变的故事 作为引导我们进入地海世界的开端 在开始深入这个故事之前 先来聊一下真名这个东西 故事当中有提到 万物都有其真名 真名代表的是一个事物的本质 就像鹰雀他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叫鹰雀 他的真名是达尼 是他母亲赋予给他的 我刚刚也有讲到 他后来被法师赋予了真名嘛 我自己看这个过程应该是 要把旧的名字收回之后 然后再赋予新的 所以当达尼这个名字被收回之后 没有名字的他步入泉源当中 越过水池后在仪式之下 被法师赋予了新的真名 格德 这整个过程从被收回名字 没有名字的他步入水中 然后水代表着一种进化的感觉 其实也象征着他在这个过程 真正的步入新的阶段 那鹰雀这个名字到底又是怎么来的 其实就只是他在小时候在牧羊的时候 因为总有猛情在他身边飞 环绕着他 所以其他的小朋友看到之后 就开始叫他音趣 渐渐的这个名字就变成了他的通名 其实就是别人不认识他 然后不知道他的真名的时候 会叫他的这个名字 有点像是绰号的概念啦 因为真名的概念在这个故事当中 有点像我们的生成八字 就老一辈的人不是也会说 不要随便跟别人讲你的生成八字吗 就怕有一些心怀不轨的人 拿去做法之类的 而故事当中的真名也是相同的概念 一个人是不会随便跟别人 说出他的真名的 通常都只会讲绰号 所以当你跟一个人 说出自己的真名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信任对方的代表 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件事情 因为魔法的力量就藏在 事物的真名当中 所以你知道一个人的真名的时候 就能去扭转他灵魂的本质 当然这已经有一点违反天理的原则了啦 而天地之间也有他的制衡之道 所以这种事情并不会这么这么轻易的就发生 那在故事当中也有说到 要发动万物的力量并没有那么的简单 因为就连海水当中的每一滴水 都有它的名字 如果要完全驱动海洋的力量 那就必须知道每一滴水的真名 这是万物自然产生出来的制衡之道 它赋予人们力量施展魔法 但同时也限制了这一份力量的范围 所以可见这一个一体制衡的重要性 如果少了这个制衡的力量 这个世界很可能就被一些坏蛋占领 搞得面目全非了 那刚刚也说了 这是一个关于成长蜕变的故事嘛 而这个成长的起点 源自于那一个不被认知的另一面 就如故事刚开始前所写的那一首诗 为静默 声言语 为黑暗 成光明 为死亡 得再生 阴阳虚空 灿溪明昔 这种诗根本就可以说是阴雀的故事啊 但我想也是一个人要成为真正的人 所要穿越的旅程 我们从没有言语且充满黑暗的彼岸诞生到了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成为了这一首诗当中所谓的言语 还有光明 而我们诞生的这个世界 之所以存在 也都是因为彼岸世界一直存在的关系 而唯有穿越这一切经验的人 才能如老鹰一般 翱翔在没有阻碍的天空当中 看到这首诗的时候 我其实也有联想到之前介绍的一部漫画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这部作品 海兽之子 在那一集里面也有谈论到很多关于这种 二元对立与结合的关系 有兴趣深入这类内容的朋友 我会把连接放在资讯栏 欢迎大家去听啦 在故事的开头 鹰雀就展现了强大的法力天赋 加上他又拯救了全村的村民 这么大条的一件事情 而且也算是蛮光荣的一件事情 真的不用别人跟你说 欸你也超强的耶 他自己应该多多少少都感觉得到 欸我好像蛮厉害的哦 我好像法力蛮强大的嘛 就应该多少都有这种感觉 我刚刚也讲到 他被一位法师赋予真名 这位法师就是欧极安 在赋予真名之后 鹰雀也就跟随着欧极安 成为了欧极安的土地 当他以为跟随欧极安之后 跟随一个厉害的法师一起修行之后 他就能马上的就是 学习各式各样有趣的新的法术啊 新的记忆之类的 结果没有想到 欧极安却连一个咒法都没有叫他 但当他问起 什么时候开始学艺的时候 欧极安却告诉他 已经开始了 他告诉英雀 想要操纵法术就必须等待 有耐心才能大气成人 而法术需要的耐心 更是久倍于此 欧极安还以路边野草为例 告诉英雀 想要知晓万物本质的重要性 在于静默 想要聆听就必须先懂得静默 但英雀怎么听得进去 他还算是一个小朋友 而且尤其是在 就是做一件这么厉害的事情 做了全村的人这么厉害的事情 他已经觉得自己 是值得去学习更多 是值得拥有更强大的法术的 这时候要叫人停下来 简直是一件太难的一件事 而这也使他心中那个傲慢的种子 正在逐渐发芽 为了满足学习的渴望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假装顺服于欧极安 只希望欧极安能多教他一些东西 但欧极安似乎并没有这么做 渐渐的 英雀也开始认为 欧极安可能也不过如此 路边随便的术士或是药草服 可能都比欧极安懂得还要多 我只能说英雀小弟啊 真的是功力太浅啊 还不同欧极安的用心两股 应该也是他还没有看出来 欧极安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毕竟他就还没有办法静下心来 也就很难懂得欧极安 他用心两股之处啦 但完全也可以理解 年轻人想要学习 所以比较沉不住气的那种渴望 面对欧极安这种 希望你可以透过自己体会去理解 事物真理的这种教导方式 看起来非常不适合英雀 对于英雀现在这个年纪 一个处于好奇心 非常旺盛的年纪来说 真的是有一点受不了 但那些我们最抗拒的事情 往往是我们灵魂最需要的东西 而欧极安看出了英雀当下真正需要的 不过这件事情 仍然需要英雀自己认知到才有用 而欧极安选择沉默的方式 却让英雀产生出了 会不会欧极安就是因为还没有认可他的实力 所以才什么都不教他的想法出现 想要证明自己的这个信念 逐渐的在英雀心中增长 但其实欧极安就已经跟英雀说了 他不再给予英雀新的法术 是因为英雀已经从泉源汲取过多的泉水 而英雀并没有深入的去了解过那些他过去所学的 因此不太适合再输入更多的事物 反而需要更多的反除吧 我在想 但再怎么样 因为英雀就是听不进去 而欧极安说再多 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用 也只能任由英雀自行体会 日子就这样子一天一天的过 欧极安虽然没有教英雀什么东西 但同样也没有限制他自行的去探索 有一天他就遇见了一个女孩 他们谈论起变幻咒的事情 由于女孩嘲笑英雀一定是害怕 所以不敢施咒 因而激起了英雀想要证明自己的心 他回到家里 从欧极安的书架上拿起了一本书 迅速的寻找变形术的记载 结果照着照着 却被召唤亡灵的咒法吸引住了 最后他在召唤亡灵的那一页停了下来 他细细的试着破解 厘清书上面的符文 并无意识的将咒语读了出来 这时 他的心中同时有一股恐惧不断生起 而当他读完咒语时 房间也顿时暗了下来 那一刻他才意识到那股恐惧 已经在心中不断的放大 仿佛要将他捆绑在椅子上 而当他一转头 竟然看见了一团没有形状 比黑暗更黑暗的影子 正在靠近他 轻声的以他听不懂的言语 呼唤着他 就在他感觉到要被恐惧吞没时 欧极安就出现拯救了英雀 在这一次的事件里 英雀也终于向欧极安 表达他想要学习的渴望 而欧极安也给了他选择 留在这里 或是登上那一个智者之道 法师的学校 柔克岛学习法术 我其实蛮喜欢欧极安这个角色的 虽然他出场的部分真的是少到不行 就前面一点点跟后面一点点 但光是短短的这几段 就可以看出他深藏的智慧 他不刻意的去指导英雀 但却静静的在暗中观察 然后适时的给予一点点的方法 一点点的选择 而他也是那一个永远都能推英雀一把的关键角色 他所持的手杖是橡木手杖 也和他的形象我觉得是蛮息息相关的 实质上来说 橡树他是一个耐受性非常好的植物 不论是面对干燥潮时 他都无所畏惧 这样子强健的特质深受人们的喜爱 而在魔法意义上 可以从凯尔特人的文化当中看到 橡树象征着精神与现实力量一样强大 人们透过橡树的传递 学习魔法的智慧与自然的力量 橡树也代表我们心中光明的力量 如同黑夜中的星光指引着我们 欧吉安完全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照亮了阴雀 但他就是天上的那个星光 静静的指引着 看着鹰雀 而那天虽然欧吉安抑制了黑影 但却没有消灭黑影的存在 黑影就这么在有形无形中跟随着鹰雀 我其实觉得从前面就有在暗示 黑影之后的出现 在欧吉安授予鹰雀真名的时候 天空的太阳其实是被阴云遮蔽的 所以当鹰雀穿越水池的时候 其实是在一个阴影底下穿越过去的 仿佛也预言着 他需要穿越一段黑暗 才能成为自己 在鹰雀前往柔克岛的那一天 欧吉安询问了船员是否能顺路地 再鹰雀到柔克岛 也问了船员船的名字 好死不死 这一艘船也叫黑影 欧吉安听到我马上就 啊 懂了 这段要加油 真的是 这一段旅程也确实让鹰雀在船上吃尽了苦头 还好算是顺利的到达柔克岛 但鹰雀同学啊 真的是学不乖呢 就是他学到一些东西之后 发现自己好像又还不错 然后加上又被身边的同学刺激到 他本来就有一个看不太顺眼的同学了 结果被那个同学说了几句之后 他又开始了 又开始说 哦 自己可以召唤灵魂 自己可以召唤一千年前的灵魂出来 哇 没想到这一次更可怕了 随着他的法术增强 随着他的法力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增强 他召唤出了更可怕的东西 直接把世界撕出了一道裂缝 炸出了比之前的那个黑影 可怕数百倍的团块 这个东西他动作敏捷 强而有力 就像一只不受控的凶猛野兽 抓着鹰雀捕放 最后一刻 同样又是被救啊 最后一刻是透过一个法力强大的大法师 来帮他收拾残局 这一次对鹰雀来说 真的是一场代价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教训 在治疗的日子里面 也让他深深的开始反省自己 黑影似乎也因为这一场意外 变得更加的强大 而在他上学的这一段期间 难道鹰雀都没有意识到黑影的存在吗 刚刚不是也有讲 黑影就是在有形无形中跟着鹰雀 其实鹰雀一直都知道 黑影就存在在他身边 在存在一些莫名其妙的黑暗角落 他知道黑影如影随形的潜伏在他内在深处的恐惧当中 尤其是当他深入一些咒语的时候 他也发现到自己会不想读出某一些特定的片语 因为这些都让他重新想起当时那个黑暗紧闭的房间 以及那个注视着他的黑影 他试着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来压抑住 内在惧怕的感受 因为他认为只要自己拥有了巫师全部的力量 就一无所惧了 但是怎么可能啊 这种事情 这种事就一定存在着等价交换的概念 有界有还啦 真的不是说你变得很强大 你就不需要面对 或是说你变得很强大 你就一点都不会害怕了 因为害怕这件事情并不是透过你外在的努力 或是你外在的增强自己就能去改变的 这有点像是金序其外败序其内的概念 因为害怕源自于心中那个最深的恐惧啊 你不去面对那个恐惧 你当然就无法彻底的去解决心中的害怕 而且既然召唤他出来 就要有能力把他收回去 很显然的鹰雀是在第二次出事之后 才意识到事情真的大条啊 事情真的严重了 黑影绝对有收回的必要性 在养病的期间 召唤师傅也来探望他 也曾经跟他说过 我有巨大的力量能够召唤这样的东西 明显的就在提醒鹰雀 这件事情既然由他而起 就必定由他亲自结束 不然他就会被黑影杀死 我很喜欢召唤师傅 接下来讲的这一段话 他说 一个人真正的力量若增强 知识若拓宽 他得依循的路途反而变窄 到最后他什么也不条件 只能全心从事必须做的事 我觉得也是当你自己学习到越多的事情 当你看见了越多的可能性的时候 其实你是越来越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 乐国渊把这样的一个道理 融在这样的一个谈话 谈论黑影 谈论法师的限度的这一场对话当中 我仔细一看的时候 觉得真的是蛮厉害的 很多时候有一些话 你太直白的就是丢出来的时候 他就纯粹只是在讲一个道理而已 没有说真的非常融入这个情境 跟角色的感受当中 但是当这个情境有被建立起来 就是这个故事以及氛围都有的时候 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莫名的就变得非常的好看 而且在看的时候 我们也都知道这一句话 不单单只是召唤师傅在提醒音阙 同样也是在告诉我们探索自我的真理 学习是为了拓宽我们的视野 直到我们明白自己要为了什么样的事物前进 我们不再只是从大海当中 打捞浮上水面的那些海藻 而是航行在这一片海上 全心全意的接受前来的一切 简单来说就是从一种被动挑食的状态 到后来因为你知道了自己的目的 所以你知道你不论做了什么决定 不论朝着怎么样的方向 那都会是和你的目的完全相应的 所以你只需要专注在当下的一切 就像召唤法师说的 全心从事必须做的事情 离开罗克岛以后 鹰雀就踏上了寻找对抗黑影方法的旅程 离开学院已经可以感受到他有所改变了 不再像是以前那个傲气冲天的孩子 他理解了魔法 并不是无所不能 就像欧吉安最初告诉过他的 魔法并不是为了好玩 让人称赞的一场游戏 法术中的言行举止 若非向善就是向恶 张口或行动前一定要知道事后的代价 理解力量的存在包含着危险 所有强大的背后 都是因为有着一颗渺小却尊敬万物的心 而这或许就是成为一名法师所必须具备的谦逊 虽然说要直面黑影解决问题 但黑影才不是说我们要面对就会自己出现的东西 它深深的扎根于我们的恐惧上 它充满耐心 潜伏在我们负面的思维与情绪当中 静静等待 等着我们无意识的累积 等着海水高涨的那一天 它就能一口将我们吞噬 鹰雀说是要寻找解放 但实际上它却从一开始就不断的在逃避 面对黑影闪现的时候 它基本上都是能闪则闪 能躲则躲 而在过程中 它也就这么样的被黑影追赶着 也被夺取了身上的无力 黑影甚至知道它的真名 鹰雀也终于明白自己 不管怎么逃都没有用了 在濒临绝望之际 鹰雀被当时他正在寻找的 铁弱能工的灵柱救了起来 但实际上严格来说 算是被城主的伴侣 习蕊救活了 这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走进了一个陷阱当中 习蕊年轻貌美 态度亲切接待着鹰雀 有天当鹰雀问起塔楼的命名 是什么宝石石 习蕊仿佛等待这一颗等待了许久 他立刻就带着鹰雀去见这颗宝石 然而鹰雀一眼就感觉到 这颗石头当中的不对劲 他感觉到石头里禁锢着某种可怕的东西 然而习蕊却不断的诱惑着鹰雀去与石头对话 习蕊这个角色完全呈现了什么叫做 巧言吝啬嫌异人 他就是不断的用各种动听的话语来劝诱鹰雀 就像说啊 就是只有你才能使用这个石头的力量啊 这个石头也告诉过我 你就是他的主人 你不需要任何代价 他就会服从你 甚至还刺激鹰雀的恐惧 告诉鹰雀说 只有黑鹰能对抗黑鹰 只有黑暗能击败黑暗 鹰雀当下听到的时候 虽然没有回答西瑞 但是他的内心却动摇了 而就在那一瞬间 他也突然的明白 击败黑暗的并不是黑暗 能真正击败黑暗的其实是光明 不知道是哪里突然让他灵机一动 可能是想起过去 欧极安还有大法师 拯救他的那个样子吧 他们都散发着强烈的白光 来驱散黑暗 可能也是因为这样 让他突然意识到这一点 但不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他最终是拉了自己一把 也知道喜瑞就是过去那一个 刺激他召唤出黑鹰的小女孩 我觉得喜瑞代表的就是人性的贪嗔痴 他非常善于的操弄这方面的欲望 用最甜美的果实喂养我们的自尊 然后在最后毫无防备的时候攻进 他是站在黑鹰那边的力量 而在那边的力量无存无尽 但也危险至极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吞噬 就像前面讲的这个故事 围绕着力量的制衡这一件事 就像变幻术这种东西 它确实可以改变事物的外形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个东西的本质 力量与危险是并尽的 表面上说毫无代价的事物 往往背后隐藏的更多是你无法想象的代价 而面对这样子的诱惑 并不是说没有解放啦 面对这样子的力量 只要不回应 这一份力量就无法对你出手 就像鹰鹊直到最后都没有答应一样 因为邪恶很难掌握一个尚未回应它的灵魂 在一阵混乱之际 鹰鹊使用了变身术 变身成为了老鹰 它不断飞行 穿越一个又一个岛屿 一片又一片的海峡 内心只有一个念头 回家 新的单元空中树洞 开始向大家目击生命故事啦 在读完你的来信 我们除了分享各自的想法和感受 也会从我们手边的牌卡抽取一张给你的祝福 如果你准备好了 欢迎点击下方资讯栏的投稿连结 踏进这个树洞之家 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生命故事啦 结束一整个季度的周游 欧吉安回到了家里 那一天 有只老鹰就这么停在他的手腕上 他将老鹰带回了家里 认出了那个就是他授予姓名的孩子 他对着老鹰呼喊出那一个他授予的名字 格德 老鹰就这么变回了人 却仍残存着兽性 欧吉安看过许多使用变形术却失去自我 远离真相的术实 此刻在他眼前的孩子被黑影锁逼 就这么差一点的要失去了人性 等鹰鹊恢复了自己后 他们促膝一场谈 欧吉安的每一句话 一步一步的引导着鹰鹊去看见真相 面对自己 这一段用鹰鹊回家的概念 暗喻者要能对抗黑影 就必须找到源头 从起点出发 就像欧吉安说的 你必须转身 主动搜索 搜索你的黑影 一个人终有一天会知道他所前往的终点 但他如果不转身 不回到起点 不把起点放入自己的存在之中 就不可能知道终点 欧吉安引导着鹰鹊去明白 接纳过去的重要性 黑影是他无法指示的过去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多或少 也都有着难以指示的过往 但是如果无法接受这样子的自己 曾经存在过 是不是也等同于否定了 现在某一部分的自己呢 毕竟要是没有这样的一段过去 又怎么会有现在的一切 然而就算逃跑 也不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 因为黑影会永远追随 直到完全取代一个人为止 英雀的回家也带着他回到了源头 让他重新的省视了自己的过往 而在与欧吉安深刻的对话过程 他也深深明白命运的安排 终究有其道理 眼前这位授予他名字的人 也正是让他看见突破黑暗之路的人 真正的师父早就已经出现在他眼前 很多事物也总是如此 答案就近在我们眼前 但我们总是背对着他 好像要绕过那一段路一样 我们才能知道答案 而当我们终于到了那个答案的面前 也才发现原来他就站在我们出发的那个位置 尽管如此没有一条路是白走的 尽管英雀绕了远路到了柔克岛 他还是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也因为第二次事件的发生 让他决定好好面对自己 由此可知 静默还有聆听这一件事 是比表达还有行动都需要练习的 放出去容易收回来 往往需要更多的自制力 当然最终都还是需要找到这之间的平衡 练习这个平衡让自己保持弹性 面对这一切的领悟 英雀也向欧吉安表达了最深的敬爱之意 欧吉安听见英雀充满敬爱的说出 这一段回头是岸的话语后 他就像早就知道一样的告诉英雀 好 你现在明白了 总比永远都不明白好 不过你终究会成为我的师父 这一段话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还想说 我是看错了吗 欧吉安说的是你终究会成为我的师父吗 我看了好多遍耶 一直有一种怀疑是他到底是不是讲反了 但没有他真的就是这样讲 这一段话真的是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深意耶 他可能代表的是一种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感觉 但我觉得同时也是一种 我们彼此都在彼此身上 学到了非常多的事情的这个概念 人跟人之间也就是这么进步的吧 我们永远都会是彼此的老师 也都在彼此身上学习到新的自己 在充分休息后 英雀再一次的踏上新的旅程 这一次由欧吉安亲自为他制作新的手杖 一样也是由紫山制作而成 紫山象征的是古老智慧的力量 在状况失控时 紫山的力量能让情况冷静下来 在凯尔特文化中 紫山也有着穿越生死 了解生命奥秘的意涵 真的非常适合鹰雀 而转身追讨黑影的过程 可想而知不可能是顺利的 这过程里他再次遇到自己在魔法玄院的挚友 废渠 废渠基本上是唯一目睹黑影袭击鹰雀过程的人 而最后的一里路也是由废渠陪着鹰雀一同前往 他们不断地向东前行 越过了被称作墨镜的岛屿后 进入了无限延伸的开阔海 他们持续前进 直到一切开始以扭曲的方式变换 那一刻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来到了世界的尽头 鹰雀独自下船走入了黑暗之中 这一整段他前行的过程 仿佛是他的人生跑马灯 所有的事物都扭曲在一起 那是黑影的形状 这一段的描述 我只能说真的是生动到不行 很难简而言之地跟大家分享 就留给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去看啦 看着那个扭曲的黑暗之物在面前 鹰雀举起了屋杖 打破了万古极境 清楚地喊出黑影的名字 同时黑影也说出了相同的名字 格德 两个声音合而为一 接着鹰雀放下屋杖 抱着他的影子 抱着那一个向他伸展而来的黑色自我 那一刻光明与黑暗相遇 交汇合一 黑影从来不是什么未知的事物 而是我们自己 黑影虽然从那一个不知名的所在付出 但那个地方实际上我想就是存在于我们深不见底的意识当中吧 鹰雀以本身内在的力量将黑影召唤出来 随着学习到的事物越多第二次的召唤 也使黑影更加的具体 也更加的强大 而这不也和我们成长的历程是相同的吗 随着懂得越多的事情降临在我们身上的事物 也随着我们思想变得复杂 而更加的繁琐难解 而事情呈现出来的方式 取决于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 很多时候不是这个世界变得难动 而是我们不再对这样的世界感到好奇 甚至不觉得这样的世界是单纯的 我们认为事情就是这样而已 没有什么能改变的啊 或是即使我做出了什么 事情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我们对于理解新的事物 甚至是理解自己失去好奇 而鹰雀身上有一个难能可贵的部分 就是他对于学习 对于理解事物的渴望 虽然他的无知 还有过强的自尊心 让他在这个故事里面 吃了不少的苦头 但是这些都是可以透过一次又一次的经验 去修正的 在每一次的事件里 他也长出了真实的勇气 而这也协助他不再逃避 甚至对黑影主动出击 最终他看见了黑影 存在的真相 鹰雀明白自己并没有赢 也没有赎 只是以自己的名字 叫出黑影的名字 借此完整自己 成为一个了解整体真正自我的人 他知道除了自己以外 他不可能被任何力量利用或占有 他只为生活而生活 不效力于毁坏 痛苦 仇恨或黑暗 而这就是他成名之前的故事 也是他如何成人的故事 如果你有听过前面其他集数的话 这句话我算是讲太多遍了 讲到我现在都觉得我还要再讲一次吗 好 反正这句话就是乐规恩曾经说过的 成人并不是小孩死去 而是小孩幸存了 之前我会以保有单纯的这个概念来去解释这一段话 但是这一次在看完这个故事之后 重新的回望这一句话 我觉得更多的是去感受到 接受过去这一件事情 这个小孩或许代表的是我们曾经犯过的错 曾经无法承担的问题 而成为一个承受的人 真正的人 并不是去扼杀这些过往 也不是当作这一些事情就不存在了 而是与这一切和解 让一切与自己合而为意 我觉得很多问题的产生 都是因为我们出于一个抵抗或是对抗的立场来去面对 所以才会变成一个可能很难收拾的局面 就像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吃碗不吃饮一样 很多我们在面对自己内在的抗衡 其实也是会有这样的状况 尤其是在面对那些被当作是负面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不要 这不是我 就是都是以一个非常抗拒的角度去看待他 完全就是站在一个对立的角度 但会不会其实这个负面的样子 也和我们正面的样子拥有相同的名字呢 而我们之所以可以用正面的样子示人 也包含着我们内在负面力量的支持 当然要能成为一个支持 取决于一个人 能不能像释放正面能量一样的去解放他负面的自己 如果只是一昧的去压抑这样子的自己 这样子的能量的话 其实就跟逃避是没有两样的 而逃避不可能是一辈子的 逃避永远都只是暂时的 除非你想要被黑影完全的取代或是吞噬 而要将这个原本是阻力的负面力量 转化成能支持我们的力量 就必须去了解那一个黑影它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黑影要的东西其实非常的单纯 它只是想跟光明一样而已 而我们要做的 或许不是跟它对抗 不是跟它站在对立面去拒绝它 对抗它 而是像拥抱光明一样 好好的去拥抱我们的影子 拥抱我们内在的黑暗 这过程并不存在着什么输赢 只是一个纯粹完整自己的过程 当这一切被完整了 就像鹰雀最后的领悟一样 它知道自己不会再受自己以外的人影响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利用或是占有它 这一本书透过一个少年的成长 讲述了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真理 不论是故事节奏的掌握 或是叙事的安排都非常的精彩 是一本会不知不觉就读完的一本书 而且也会让你对自己有所思考 它不只是纯粹带给你一个精彩刺激的故事而已 而是让你在透过故事情节的递进 你也对于角色或者是对于自身会有一个反思吧 那我自己觉得精彩的当然也不仅止于这个故事本身 乐国渊真的是非常善于去营造一个环境的氛围 不论是透过地景的描述 或是说一些比较抽象的比较心境上面的过程 他都能透过文字非常具象的去描述 所以在看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的有画面啦 就像是最后鹰雀他们进入开阔海那边 以及前面的鹰雀跟黑影在对峙的过程 我觉得都非常的好看 很耐人寻味啦 很多的细节也都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的 毕竟第一次就是很想知道剧情 就想要赶快一直看下去 所以很多东西都没有看得那么仔细 但第二次看的时候 你可以好好的感受每个角色 为什么会说出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的意涵 对应着后面哪一部分的剧情 就你可以去更深刻的感受到这些东西 然后也可以更深入不同角色的心境 真的是一本非常值得一看再看的书 那不知道下一本又会带给我怎么样的感受呢 我现在看到差不多四分之一出 目前我觉得还不错 还蛮好看的 就大家也可以一起期待一下啦 我自己也是很期待接下来故事的发展 那今天节目就要这边结束啦 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 欢迎分享给你所有的亲朋好友 如果想要给我一点小小的支持 也欢迎点击下方资讯人的链接 赞助我一杯咖啡 让我的创作展翅高飞 也不要忘记追踪我的Facebook 以及Instagram 看更多的图文创作 以及节目的第一手消息啦 我是依玛 蓝色赫兹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